很多东西都在涨价 现在连香烟都涨价 公平会就针对这香烟价格来进行查验了 马上连线记者陈廉文 新市的主播各位观众 行政院公平委员会上午 针对31家烟品经销商联合涨价 垄断烟品市场进行了机查结果的最新说明 我们来看看稍早之前的情况 那这31家经销商联合抬高烟品价格 他们是透过他们有一个联谊会的方式 经常的聚会 那他们在5月间 去年的5月间就决议说 要把经销商的这个价格 每条从660块左右提高到680块 是的 这31家的烟品经销商从去年5月开始 组成了一个台湾通路联谊会 透过这个聚会 他们决定将烟品包括七星还有风系列 从每条660元提高到每条680元 公平会认定他们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的第14条 对这31间的经销商进行 总共处以了新台币2190万元的罚款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棚内 好可以看到 这个民生物资在涨了 其实呢 这是无可厚非 但是31家烟品经销商 大家一起涨 难怪现在公平会呢 是查有没有垄断的行为